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真是丰富多彩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日本正在举行第十届 太平洋岛国峰会 18个成员国的代表齐聚东京 讨论气候变化 海平面上升和海上安全等重要议题 这次峰会不仅是应对 全球气候挑战的关键时刻 也成为中国和西方国家 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焦点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调 日本将继续与太平洋岛国 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并在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 接下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再次引发热议 最近油罐车混装事件和泡面中 发现疑似鼠头的事件 让消费者忧心忡忡 这些事件凸显了中国 在食品安全措施上的长期困境 专家指出 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 最严格的食品安全法之一 但如何有效执行这些法律 仍然是个大问题 改善食品安全 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 共同努力 最后 美国共和党正式提名 川普为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 并宣布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 为其副手 万斯曾经批评川普 但后来成为他的坚定支持者 万斯的出身和政治立场 有助于川普在铁锈带地区 争取更多选民支持 万斯对中国立场强硬 支持加征关税和限制移民政策 并关注中国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与气候变化威胁 笼罩日本举行的太平洋岛国峰会 美国之音中文网 第十届 太平洋岛国峰会 帕姆星期二 7月16日 其在东京举行 18个成员国的代表 将一同讨论气候变化 海平面上升 及海上安全等问题 直此之际 西方国家正与中国争夺 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太平洋岛国峰会是 每三年一次 邀请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到日本举行的国际会议 在为期三天的峰会中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将分别会见各国领导人 并担任星期四 7月18日峰会的共同主席 在峰会前 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和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成员 一直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和灾害管理等共同挑战 随着我们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日本将继续与太平洋岛屿国家和地区 一起向前迈进 岸田文雄在日本时报 刊载的署名文章中写道 峰会预计于星期四 7月18日发表联合声明 与会者包括日本 帕劳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马绍尔群岛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等 18个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的代表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理 不会出席 北京近年不断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例如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 于2019年与台湾断交 转而与中国建交 今年1月 挠鲁也采取了类似行动 这是北京争夺影响力的最新势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2022年与所罗门群岛 签署秘密安全协议 引起区域国家关注 担忧中国可能会利用该岛 在该地区 获得战略军事立足点 尽管北京和霍尼亚拉 对此作出保证 两国关系仍持续拉近 在此次东京峰会之前 所罗门群岛总理 杰里麦亚 马内来 杰里麦亚 马内雷 访问了北京 重申两国的合作承诺 所罗门群岛距离澳大利亚东北 约1600公里 990英里 具战略重要性 中国与所罗门加强关系 被视为意在抵消 和破坏美国 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在美国的支持下 日本正与太平洋岛国 加强防务合作 中国也在为该地区的基础设施 和安全提供援助 台湾仅剩的12个邦交国之一的帕劳 也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国 帕劳国家安全协调员 詹妮福 安森 Jennifer Anson 告诉日本放送协会 NHK 论坛内的许多人 由于与中国的密切关系 不愿说任何不利于中国的话 安森还表示 希望日本能在海上监视方面 提供帕劳支持 以追踪在帕劳专属经济区里 中国船只的动向 中国分析人士认为 日本和美国 很难将其战略意图 强加给太平洋岛国 因为大多数岛国 不愿遏制中国 或减少与中国的互利合作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称 日本希望通过提供军事安全援助 加强对岛国的控制 并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东京将承诺一系列领域的援助 主题横跨从海上安全 医疗保健 教育到适应气候风险等多个领域 其中包括 日本准备提供实时卫星气象数据 帮助太平洋岛国的加强防灾措施 如海啸疏散计划 同时 日本政府也将在此次峰会中 寻求太平洋岛国 对排放喝出离水的理解 去年11月 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 对日本排放喝出离水 表示强烈关注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 星期二告诉记者 这次峰会是一个机会 通过基于科学的全面解释 让他们放心 本文依据了法新社的报道 油罐车 鼠头连发 中国食安出了什么问题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继油罐车遭披露混装化工煤油 和食用油之后 中国周日 7月14日 又有一位消费者 在微博上传影片指控 他在食用一款泡面时 发现疑似鼠头 在网路上引发轩然大波 学者指出 类似风波凸显了北京长期以来 在改善食品安全措施方面的困境 这并非中国第一次 被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所笼罩 在2005年和2015年 中国媒体曾曝光类似的 食用油不当运输行为 2010年 也有不肖厂商 从排水沟中回收食用油 在以低价售与餐厅 被称作地沟油事件 2008年 还有一起轰动中国的 毒奶粉事件 当时三鹿集团生产的 婴幼儿配方奶粉 被验出含有三聚氢胺 导致多个省份的婴儿肾结石 涉嫌生产并销售 该奶粉的主犯 遭判死刑 此案也促使 中国首部食品安全法 于隔年通过 对此 中国食安监管政策 变革研究者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政治学副教授 约翰 小次郎 安田 John Cojero Yostar 告诉DW 近期的油罐车混装事件表明 即便在数十年的努力之后 中国仍然 处于食安系统 转型的初期阶段 他向DW强调 改善中国食安体制 是一项 仍在进行中的 工作 毕竟 这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解决的问题 老鼠头 油罐车 混装风波 14日 有中国网友发布影片称 在食用 统一老谈 酸菜牛肉面食 吃到异物 发现一丝是鼠头 我还咬了一口 统一企业事后回应 产品都是经过检验合格 才出厂销售 目前已向消费者取得联系 并派人拜访 并已将原发影片撤除 目前 该案还在内部调查当中 此事件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质疑 食品安全就这么难吗 并有不少人讽刺 调查结果 可能确认是压缚 也有人呼吁 应等待官方消息 去年6月 有一名中国学生表示 在学校食堂用餐时 吃到老鼠头 通报并经过调查后 一度判定设施之义务为压缚 属正常食物 但在舆情发酵不久后 政府部门才联合调查出 确定为鼠头 近期延烧的油罐车混装事件 最初由新京报 于7月2日披露 两辆刚卸完没制油的罐车 在并未习惯的情况下 立即装上了实用油 并进行配送 涉事企业分别是 惠福粮油集团和中储粮油脂 天津 有限公司 两家业者都表示 已针对上述指控 展开内部调查 报道指出 这种节省成本的运油做法 已成为产业供应链中 公开的秘密 许多中国灌车运输的液体 并不固定 可同时承接糖浆 大豆油 及煤质油等化工类液体 由此可见 实用油运输环节 实际上是处于一种 托管失控的状态 对于报道及网络舆论强调 油灌车未清洗的 论述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 黄延忠 向DW表示 不论过程中 是否有清洗油灌 化学品和实用油之间的 本身就是不可接受的 就像即使马桶被清洗过 你也不会从马桶里喝水 他说 习近平能改善食安问题吗 近期接二连三的食安风波 恰好发生在中国展开 备受瞩目的三中全会前后 黄延忠认为 由于相关议程 都已事先拟定 北京不太可能临时将食安问题 变成会议的优先讨论事项 但很可能对其造成 一定程度的压力 中国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 此前表示 对食用油混装事件高度重视 已成立联合调查小组 彻查运输环节 对于违法企业和相关责任人 将依法严惩 绝不安宁 自2012年上任以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多次誓言 要解决中国臭名昭著的 食品安全问题 在2013年的一次公开谈话 习近平曾表示 如果党联 各食品安全都做不好 还长期做不好的话 就会有人提出 够不够格的问题 所以食品安全问题 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然而 在食用油丑闻爆发后 中国媒体报道 一款提供货车定位资讯的应用程式 停用了其货车轨迹查询功能 同时有网友发现 当时揭露此一事件的 新京报调查记者韩福涛 其微博账号突被注销 引起有关人身安全的担忧 黄延中认为 从此是可见 媒体在改善食安问题的关键角色 一来能提供消费者重要资讯 二来是起到监督政府作用 但像韩福涛一样的调查记者 在中国逐渐濒临绝种 此类调查报道 属于少数个案 安田则分析 尽管北京将食品安全视为优先事项 但他对于习近平会否愿意 开放权力的闸门 赋予消费者和媒体更多权力来 解决问题 持怀疑态度 反之 习近平可能会设想 一个更加强大和有力的国家机器来 解决食安问题 改善食安的关键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食安法之一 第一部食品安全法 正是在2009年上路 至今经过多次修订 黄延中认为 与其进一步收紧规范 如何加强这些法律的执行 更为关键 2018年 中国在第13届人大会议上 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废除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FDA 并将管理食品和药品权责 分拆成不同机构 合并至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之下 隶属在国务院底下 这意味着 监管食品安全的功能被削弱了 黄延中告诉DW 并补充说 中国政府本应该赋予FDA更多权力 甚至使其超越中央部级水平 但学者安田认为 中国在机构改革之后的 总体食安发展趋势是正向的 只是中国的食品市场 极度复杂且分散 无法单凭政府部门来解决问题 市场上也必须拥有 相当警惕 能够积极惩罚 不遵守食安规定业者的消费者群体 他指出 中国消费者因对市场缺乏信任 普遍不愿意出于安全因素 购买相对较昂贵的商品 导致供应商也缺乏激励制度 去提供更高质量的食品 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此外 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也非常关键 安田告诉DW 即使在现代的中国 农产食品生产商和分销商的数量 仍是相当巨大的 当你面对的是大约1.5亿到2亿个农场时 政府要从基层开始监管 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作者李又珍 川普正式获共和党提名 富手万斯是谁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美国共和党周一 7月15日 在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市中心 召开为七三天的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RNC 会中正式提名 日前在竞选活动上 遭遇枪击的前总统川普 担任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 川普透过社群平台宣布 与他搭档的副手人 选为39岁的 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 J.D. Vance 随后在15日晚间 川普也现身共和党大会 右耳包着纱布 这是他遇刺之后 首度公开露面 并且与万斯同台 川普预计18日 发表提名演说 稍早 有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场外 来自多个团体的活动人士 举着标语 上面写着 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 我们再也负担 不给富人的费用和捍卫 和扩大移民权利 现场还有人举着 支持堕胎权的标语 万斯昔日曾批川普 根据记录 万斯在高中毕业后 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曾驻伊拉克服役 他曾在俄亥俄州立大学 及耶鲁大学法学院求学 2013年 获得法律博士学位 并于2016年出版 绝望者之歌 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内容以自身经验 描述美国白人劳动阶层的生活 及该族群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该书后来改编为电影 不仅让万斯声名大噪 也被视为理解川普崛起现象 以及他为何能在美国中 西部铁锈带地区 吸引大量劳工阶级 和农村白人选民支持的重要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 万斯踏入政界之前 曾发表反川普言论 批评川普危险 且不试任美国总统 万斯的印度裔妻子 也曾批评川普的种族主义言论 《时代》杂志报道 万斯曾经在给法学院室友的信中 称着川普可能是 美国版希特勒 2021年 万斯与川普会面后改观 并引述了川普担任总统期间的成就 并淡化了万斯过去的反川普言论 万斯2022年当选参议员后 更成为川普在国会中的坚定盟友 对于川普争议的行为及政策 采取支持立场 《时代》杂志报道指出 对川普而言 万斯出自贫困家庭的背景 让他与白人劳工阶级选民 建立了真正的联系 与他的意识形态上也最为一致 福斯新闻 引述多位专家分析 认为万斯的出身和政治立场 有助于川普在工业衰退的袖带 Rest Belt地区 争取到更多选民的支持 《华尔街日报》 则引述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 约翰逊 Mike Johnson的说法 川普需要一位具有创新理念 并有能力向每一位美国选民 阐述这些理念的副总统 参议员万斯 完全符合这项要求 对中国立场强硬 万斯在多项议题上的立场 展现出相当明确的保守民粹主义 及美国优先主义 也多次强烈批评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并支持限制移民政策 支持堕胎禁令 怀疑气候变迁等 万斯成为参议员后 在中国问题上 是直言不讳的批评者 今年3月 万斯曾支持一项立法 该法要求 若中国政府不遵守国际贸易法 将切断中国政府 与美国资本市场的联系 他在接受美国媒体CBS采访时 一表态支持美国政府 针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 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就业及商业 构成不公平的威胁 万斯主张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就像是在说 我们要惩罚你们 在中国使用强迫劳动 又把那些产品进口到美国来 除了对中加征关税外 万斯也关注中国 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潜在影响 他在今年5月 致函美国网络安全核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表达对福特台风 Volt Typhoon 骇客团体的关切 此外 万斯曾对美国过度依赖台湾晶片制造 表达担忧 今年4月他曾表示 如果台湾落入中国手中 会导致这个国家 美国陷入大萧条 支持在美国境内 制造更多武器 以力在台海发生武装冲突时 协助台湾 纽约时报上个月 也刊登与万斯的专栏对话 对于若台湾受到中国攻击 美国是否该护台一事 万斯认为 美国对台政策 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模糊政策 他表示 我认为 我们应该先让中国难以占领台湾 诚实的答案是 我们会等到他们攻击后 再搞清楚该怎么办 现在可以控制的是让他们 如果入侵台湾 会付出高昂代价 但我们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们把武器都送去乌克兰 而不是台湾 综合报道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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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